为了避免英国分裂 苏格兰后路被直接断掉了 英国最高法院驳回了苏格兰独立公投申请 这或让西方失去了打压其他国家的借口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忠诚Talk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英国政府要直接断了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后路 以免英国分裂 一直自诩为文明、民主、进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近日终于伪装不下去了 据悉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早前曾经宣布 表示苏格兰计划在2023年10月19号进行第二次独立公投 按照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定 倘若苏格兰政府想要进行独立公投 就必须获得英国政府的批准 可据法国媒体透露 这一计划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拒绝 所以英国最高法院近期驳回了 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申请 可以说就苏格兰要举行独立公投一事 一度让英国政府是倍感危机 毕竟英国本土总面积24.41万平方公里 苏格兰就占了三分之一 而且苏格兰人口约有550万人 占到了英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除此之外 在资源、战略影响、软实力等等方面 苏格兰对英国的影响都不容小觑 尤其是在战略影响层面 英国能否继续充当美国制约欧洲大陆的重要帮手 苏格兰就是关键所在 要知道 英国之所以能够制约欧洲大陆 主要就是地理优势 一方面利用大布列颠岛南部 恶守应激利海峡 另一方面 北部通过岛屿控制北海 进出大西洋的门户 而一旦苏格兰独立了 英国就会失去对北海的控制力 其战略价值就会因此大打折扣 毫无疑问 如果苏格兰顺利完成独立公投 对英国而言 绝对算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也正因如此 英国政府才会对苏格兰的独立公投百般阻挠 甚至动用法律手段 由最高法院出面 驳回了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申请 只不过英国作为西方国家的一份子 一度自诩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可苏格兰决定进行第二次公投 那为何英国一点也不尊重苏格兰的民主呢 分析看来 倒不是英国不尊重苏格兰的民主 而是自诩民主自由的西方社会 压根就是双标 对他们来说 所谓的民主自由 不过就是用来干涉他国内政 打压别国的武器 而一旦当民主自由伤害到他们切身利益的时候 他们就会立即私下伪装 会动用一切手段去打压伤害他们的民主自由 可以说英国政府驳回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申请 这或许会让西方失去打压其他国家的借口 别的就不说了 英国一直紧跟美国背后打压中国 在事关中国的社交涉港台问题上 经常拿着民主的武器向我国发难 试图干涉我国内政 而如今 英国政府竟然也不允许苏格兰要实施所谓的民主 为了避免分裂 竟然动用法律手段直接断了苏格兰的后路 就这样 英国今后还有什么理由和脸面 再拿起所谓的民主武器来向其他国家发难呢 在这里 该有人提醒英国政府一句 既然已经撕下了这层伪装 以后就不要继续双标了 跟着美国后面胡作非为 别再想涉江 涉港台问题上 以所谓民主为幌子 来干涉我国内政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